父亲残疾,哥哥脑瘫,只能肩膀挑起家庭重担 上学弟弟照顾脑瘫哥哥,双胞胎兄弟命运凄惨 小方关爱社会关心,艰难的一家人看到生活的曙光 敬请收看到的观察,脑瘫哥哥的教师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哥俩在操场上不是在玩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在认字,在上课 推车的学生叫熊子豪 是江西省南昌县连堂四小的学生 也是轮子上他的哥哥熊子豪的专职教师 弟弟还不光是哥哥的专职教师 还是贴身保姆 你看那哥哥不能动 熊子豪呢得需要喂哥哥吃饭 照顾哥哥穿衣睡觉 甚至接大小便 你几岁了 我离死你 你照得起来吗 再走一下 走到这边可以吗 就在扶着走是吧 因为熊子豪要照顾哥哥熊子豪 十二岁才上一年级 在校期间 甚至中午也要赶回家帮忙 因为身患残疾的父亲 搬不动已经一百多斤的哥哥了 这一切熊子豪都从不对人提起 大了 大一百多斤好干的 要累点 刚到学校 熊子豪总是沉默不语 也不能与其他同学尽情玩耍 好像每天都心事重重 这一切都被班主任 龚老师看在眼里 老师正打算家访时 一位学生跑来告诉他 另外一个消息 熊子豪家里 还有一位和他长得一模一样的哥哥 你家里还有一个跟你一样的大哥哥 怎么回事 怎么不来上学 他就把头一低 原来熊子豪的家庭非常特殊 父亲身患残疾 勉强维持着这个单亲的三口之家 双胞胎哥哥熊子豪因脑贪 终日在轮椅上 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父子三人仅靠低保经过日子 一天失败多万件 就是靠这个生活 如今他们居住的房子 还是小豪爷爷留下的破房子 他就跟我一无一失的说了 他说我 他说我家还有一个脑贪的哥哥 因为他上不了学 自己啊 也不能自理 我都不好意思跟同学说 是因为他们发现了 我才跟你说的 本身有残疾的爸爸也下岗了 哥哥熊子豪长大了 行动越来越不方便 所以爸爸也只好坐在家里面 专门带哥哥 家中的现状令熊子豪非常自卑和担忧 公老师想方设法的鼓励他 让他渐渐的融入班集体 我说这个 虽然你是在一个这样的家庭里面 但是你完全可以不要那么自卑 你说出来 说不定老师同学可以帮助你 熊子豪在老师的鼓励下 不再那么自卑 也不会一提他哥哥就低下头 有的时候 还会邀同学跟哥哥一起去玩 公老师也带着学生经常去他家帮忙 也更加了解这个不幸的家庭 熊子豪的妈妈 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照片 没有啊 就是别人带过来的 是吧 对 那你老婆 还没打结婚证 也没有结婚证 没有结婚证 就是带过来 看他适应不在里 原来身体残疾 加上家庭贫困的熊师傅 当年很难找到媳妇 在他三十六岁那年 熊子豪的妈妈流浪到南昌 惊人撮合 第二年就在一起生下了双胞胎 熊子豪和他的哥哥熊子航 一下子有一个双胞胎 家里应该很高兴吧 是啊 比那是蛮高兴的 我爸爸更高兴了 熊师傅算是中年得子 又是双胞胎 一家人自然十分高兴 心想 穷有穷的活法 总会把孩子带大的 但是没多久 熊子豪的妈妈就离家出走了 一家子顿时陷入了困境 生活了一年吧 一年 就生他们来的时候就走了 他那个妈妈见过没有 见过 原来他是在生的时候就见过 关键是生活条件比较差 孩子的妈妈一离开 熊师傅刚刚成立的家 顿时乱成一团 一对嗷嗷待哺的婴儿 只能由他和七十来岁的老父亲来抚养 你一个人带两个孩子 怎么带着 原来我爸爸在西哥山 两个人带了 两个人 当我租点人工 当我爸爸就在家里带了 两男人带孩子没那么细致 日子也算一天天过来了 一对双胞胎儿子也越来越可爱 但是双胞胎兄弟快两岁时 老大熊子航一天夜里突然发起了高烧 因为家里住得偏僻 又是夜里 加上行动不便 熊师傅和七十岁的老父亲 没有把孩子及时送去医院 他们谁也没想到 老大熊子航的这次高烧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因为这次发烧 兄弟俩快三岁时 熊子航已经走路走得很好了 哥哥熊子航还站不起来 平安三岁就要走路吧 受败了他就不如走路了 这几张是熊师傅一直珍藏的兄弟俩的照片 他一直悔恨自己当时的疏忽 酿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到了七八岁的时候 到了俄罗医院去看一下 他这个病已经好冷症 很干难治了 你要治要发挥好多钱 因为发烧没有及时治疗 熊子豪的哥哥变成了现在这个样 现在我们去指责他的父亲熊广德 没有任何意义 一切都太晚了 熊子豪五岁那年 他的爷爷也带着无尽的牵挂离开了人世 熊子豪的父亲就四处打零工 勉强维持着这个单亲的三口之家 熊子豪小小年纪就学会了 做饭 淘米 炒菜 洗碗 扫地 洗衣服 等等家务活 熊子豪 熊子豪健健康康的长大了 也能帮父亲干不少活 成了家里的重要劳动力 到了上学的年龄也没法去上学 因为他要照顾哥哥 而他最羡慕的是别的孩子都有妈妈 只有他和哥哥没有 看到别人有妈妈 自己有什么 上学是 那个为了带小孩子 带哥哥了 没办法了 上不了了 你在家里最开心的是什么 跟我哥在一起 当地的相关部门得知 熊子豪到了12岁还没上学 多次劝说熊师傅 熊子豪这才上了一年级 他非常珍惜这个上学的机会 在学校努力学习 只要学校一放学 就急着往家跑 用自己稚嫩的肩膀 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学校知道了熊子豪的情况后 也积极伸出了援助之手 一个蔡老师跟一个姑老师 特别是爱心 有时刚才拿他自己的儿子的衣装 拿着熊子豪 写字了都未送过来 我们经常都是鼓励他说 这个困难都是暂时的 只要你自己自强自力 这个都会过去的 熊子豪在学校里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 还成了班干部 苦难的经历令他特别懂事和勤奋 并成了老师的好帮手 老师的条走坏了 他偷偷带回家修好后又拿回教室 他从家里拿了一个大塑料袋 放在教室后面 把奶瓶矿泉水瓶等收集起来 放学后一个人背着去废品收购站 换回的钱交到了班主任老师手里 作为班费 熊子豪的行为感染了每一位同学 学校更多的是从孩子心理成长 他生长的心理特点出发 从他的情感 从他的知识教育 来培养孩子积极乐观向上的性格 所以他现在应该是说从小 跟小时候比现在是开朗多了 原来为了节省开支 熊师傅在自己家后院开荒了几块菜地种菜 只要一放学到家 熊子豪就会来到菜园帮助父亲翻地 种菜 除草 担水 浇水 喂小兔子 学校也尽可能的帮助这个家庭 比如说我们仙里面 关公委一般每年来讲都会 留守儿童这一块会发一点这个慰问金 他每年总是他得的最多 还有比如学校的这个校服 学校总是从一年到现在没有交过一分钱 包括学杂费也没交过 熊子豪的父亲没上过学 在家也没法辅导功课 工老师和另外一个老师 总是一有空就上他家给熊子豪辅导功课 爸爸文化程度也不高 下了课以后帮他看看作业 还有些同学带来些什么吃的 自己舍不得吃 下了课以后跟他哥哥一起分享 所以他自己变得开朗起来的同时 哥哥也带来的快乐 熊子豪在学校的快乐生活 也感染了在轮椅上的哥哥 哥哥也表示要学习 熊子豪从外头捡了一块小黑板 经常教哥哥写字 渐渐的熊子豪已经成为哥哥的专职教师 但是这个专职教师还要为哥哥吃饭 照顾他穿衣睡觉擦口水 甚至为他接大小便 你为什么要教你哥哥识字呢 嗯 想让哥哥 让他自学 兄子豪的努力 让这个家庭重新燃起了希望 兄子豪也树立起了自己的理想 周围邻居 对他也是赞不绝口 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干医生 当医生 嗯 为什么想着要当医生 因为我想治好哥哥腿上的病 他睡了两个残疾了 有希望了两个小孩 这个小孩那么大了 兄子豪一家的遭遇 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 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 熊师傅 你看这个厨房现在在搞基建 是怎么回事 就是现产品给我 给我的帮助了 是吧 嗯 帮你干什么呢 帮我拿灶牌 修一下了 搞干净一点 是吧 我看还有这些台阶都 还是都是残念 领导 都关心了 哦 这些台阶都是到时候 车子通过方便一点是吧 轮延 是他们在这里 都会给你通上一个 哦 那这样将来生活会方便多了 那 有干净 有卫生 采访结束时 兄子豪说出了他多年的愿望 你最希望做的一件什么事情 我最想陪哥哥去游乐园玩 是吧 嗯 你们一次都没去过是吧 对啊 2015年5月29日 16岁的熊子豪荣获南昌市第二届 石家美德少年的称号 他的获奖评语是 虽出身贫寒 但坚强不屈 犹如一棵顽强的小草 在贫瘠的土地 热情的追求着阳光 一天天茁壮成长 熊子豪每天对哥哥的照顾 没一句怨言 他把这事当成理所当然的事 他心中还有一个远大的计划 那就是 他想哥哥将来能学知识 能自食其力 什么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 熊子豪就是 但如果就这么让熊子豪担当一辈子 他的生活会一直很辛苦 很艰难 再过几年 他该上大学了 谁照顾他哥哥 再过几年 他的爸爸也需要有人照顾了 他是不是要付出一生的精力 来照顾他的两个至亲呢 这些问题要解决 靠熊子豪一个人不行 他需要持续的帮助和支持 就像现在一样 我是陆一鸣 明天见